哈囉大家好我是Guy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四個非常有效的 徒手腹肌訓練動作 不需要使用任何器材 而且這四個動作呢 等一下我就會分享 初階版以及進階版的訓練動作 讓新手們呢也可以循序漸進的 鍛鍊我們的腹肌 第一個動作仰臥抬腿墨西 主要鍛鍊我們視覺上最明顯的腹直肌 首先仰臥至地面雙腳打直抬起 上背部離地雙手向前伸出 由指尖到整個手掌面滑過膝蓋後 再回到初始位置 全程肩膀不觸地重複數次 初階動作我們彎曲膝蓋 雙腳腳掌平貼地面 雙手向前伸出 觸碰到膝蓋即可回到初始位置 同樣全程肩膀觸地重複數次 這個動作依自身能力可以做10-20下一組 我們做2-3組 訓練時盡量放慢速度 把動作做確實來達到完整肌肉收縮 頂峰時可以盡力停頓引流1秒 以心持慢而穩 第二個動作大致仰臥手摸對側竹環 除了可以鍛鍊到腹直肌以外 也可以訓練到腹外鞋以及腹內鞋 首先我們先仰臥至地面 身體呈現大致形 將對側手腳伸直並抬起 讓指尖觸碰到竹環 左右手腳軟流交替 記得在頂峰時稍作停頓 緩慢下放讓肌肉完整收縮 初階段可以先將雙手放置臀部下放後 將單腳伸直抬起至極限 先鍛鍊好下腹強度 記得下放時同樣緩慢 好好的感受下腹肌群的肌肉張力 這個動作一自身能力做十到二十下一組 穩坐二到三組 訓練時動作不要做快 盡量方慢速度把動作做確實 來達到完整的肌肉收縮 頂峰姿可以盡量停頓個5秒左右 離心時慢而穩 第三個動作仰臥捲腹三輪車 這是一個非常全面的腹肌訓練動作 我們由上至下由外至內都可以鍛鍊到 這個動作非常累但是非常有效 首先我們仰臥至地面 將雙腳彎曲並抬起 雙手抱頭單腳向上觸碰對側手肘 另一隻腳向下伸出 雙邊輪流交替 全程上背部不觸地 靠核心穩定軀幹保持平衡 觸接者可以先將雙腳觸地 單腳抬起觸碰對側手肘 這樣可以降低對於核心的穩定 同樣也可以鍛鍊到相同的肌群 這個動作一自身能力做二十到三十下一組 我們做二到三組 訓練時動作不要做太快 盡量方慢速度把動作做確實 來達到完整的肌肉收縮 上肢搭配手肘自然旋轉 感受整個腹部的肌肉張力 最後一個動作 我們利用棒式 踮腳尖提臀來榨乾我們 最後僅存的一點點體力 來做一個力竭收尾 首先我們雙手腹地做出腹地緊身的預備姿勢 接著我們踮起腳尖 將臀部向上抬高 你會感受到整個腹部激情的緊張感 吸氣緩慢下放後 再次腹氣上胎 緊收腹肌 出接著可以踩走方式 維持臀部上抬的姿勢 感受腹部的緊張感 你只需要維持住這個姿勢 就可以感受到滿滿的腹部肌肉張力 這個動作我們設定 四十到六十秒二到三組 進接著在時間內 緩慢重複數次 臀部上抬的動作 出接著只需要維持好 走棒式臀部上抬的動作即可 好的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給大家的 四個個人覺得最實用的腹肌訓練動作 也是我自己在平常的腹肌訓練中 都會使用的動作 建議大家每週可以訓練二到三次 再搭配然後的飲食習慣 持續三個月 讓你也可以跟大家炫富一下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現在我們下次見 掰掰